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200指数目前报价是6757点 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依旧是在27780点附近徘徊 那么China50指数想要冲破14000点整数大观 那么就要看今天的表现如何 美元指数依旧是在98美金附近徘徊 澳洲到现在降息已经是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那么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想要看一下楼市和股市的表现如何 其实在全球范围里面 大家都是在纷纷降息 或者是向市场注视流动性 什么叫流动性呢 就是让你的钱更多 或者说是看起来的钱更多 因为事实上到我们口袋里的钱 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上班族 我们的收入不可能今年比去年高很多 基本上差别差别都是不大的 但是整个企业社会里面 或者银行系统里面的资金就会比较多 那么这份钱到了哪里去呢 我们反正是不太知道 那么在房市和股市面前 这项选择题 我们到底个人资产应该怎么去匹配呢 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和澳洲看到 中国目前呢 很多房地产大佬 包括这个潘石屹 或者是几年前的这个香港楼王 李嘉诚 或者是目前的万达集团 那么都在纷纷撤出房地产行业 尤其是商业地产 线下的商业地产类 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啊 办公租金现在非常贵 很多创业公司呢都已经离开了 或者说是倒闭了 那么居民住宅呢 大家也看到现在的各大城市的上涨幅度都是比较低的 大家都不太轻易敢让房价上涨 因为受到地方政府的一个调控 那么很多啊 包括万达现在都开始卖楼卖给谁了呢 卖给了融创集团 融创集团是什么来历呢 这里我们就不解释了 但是呢目前融创集团啊收了这么多的楼盘之后 也是面临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资金啊困境 那么他目前呢大概负债七千亿人民币 负债比例呢大概是百分九十 就像我们家庭一样啊 如果一个家庭负债比例高达百分九十 那我们吃什么都吃不香 喝什么都喝不好啊 睡觉也睡不着 所以呢这样高的一个负债比例啊 就代表了中国目前房地产商 大部分的房企行业呢 负债率啊 已经是不在一个健康水平线上 那么如果是未来房价下跌 或者商业地产贬值 租金受不上来 那么很容易出现资金流断裂 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 一样好我相信也不会放任 不管继续往市场注册流动性 但是呢大幅上涨的空间肯定是没有的 那么再看股市 中国股市目前呢依旧是在三千点上下徘徊啊 震荡很难说是站在三千点以上 继续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啊 今年最后两个月 中国的消费数据 以及中国新的一些政策 包括中国目前的IPO啊 到底有哪些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 现在也要是转到香港上市 这些情况呢 将会给我们的中国大陆的一些股市 带来怎样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那么澳洲呢 在目前情况下 受到美国股票连续创出新高的一个带动啊 目前也是下跌幅度有限 那么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呢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不错的机会 包括很多股票 NAN啊 这样的我们已经说了两天了 但是这两天涨幅都是比较大 还有一些呢 其他呢 很多被低估的啊股票 但是那个这买股票啊 和买楼 对于商业地产以外的 像民用地产啊 大家住的这个地产呢 还有买股票的钱呢 或者散户的钱呢 都要看一个数据啊 就是银行存款数 那么中国人呢 大概只有1400万人口呢 在银行存款金额是超过50万元人币 那么在澳洲呢 大概呢 只有啊 百分之一点几的人 这个存款比例比较高 那么剩下的240万呢 据说澳洲240万工作人口呢 是没有任何存款的 64%的澳洲人呢 在未来六个月啊 如果不工作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撑不到第七个月啊 就没有钱了 所以呢 澳洲的储蓄是非常低的 平均人均储蓄呢 可能只有1000块澳币 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点钱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能买房是买不了 那么可能只能是炒炒股了 所以呢 资金涌出来之后呢 除了机构以外的啊 个人客户或者散客 散户的这些资金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聚集效应啊 就跟一盘沙似的非常散啊 那么在看中国方面的股市 跟澳洲有什么不一样呢 澳洲外相对比较透明 公司好就是好 公司不好 或者行业不好 那么公司股价就会下跌 包括昨天啊 我们说这个早晨说啊 汽车行业不能碰啊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日产公司 尼桑公司呢 就公布了 在全球要裁员 12,500人的一个事情啊 公司的利润呢 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下降了70% 那么中国呢 其实就比较奇特了 像张自导啊 扇贝 是养扇贝养海鲜的一家公司 上市公司 那么呢 在今年啊 扇贝又跑了 跑了80%啊 特别好玩 所以呢 这样的公司呢 在中国呢 就是啊 就是大家股民 如果买了就比较坑 对吧 所以呢 呃 除了这个股市和房市之外呢 我们再看全球经济环境啊 目前全球IMF基金组织 对全球的啊 未来的一个预计 并不是很乐观 包括央行啊 也是认为 在未来没有更加有效的货币政策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在未来做房产 长周期的投资 一定要谨慎 如果未来现金流断掉啊 那大家一定要做好应对准则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报名 11月24号 我们在Glanweblet的讲座 视频下方有 相机的报名地址 也可以拨打电话 03-8658-0663 比赛 com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